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接着讲故事 说的是,有一个小伙子 他呢,呃。。。 国内现在不是找对象,比较难找吗? 他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那个女人跟他是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 两年的时间,生了一个孩子,现在正在准备 二胎,因为国内都有老人照顾孩子的习惯嘛 他呢,就把他丈母娘接到家里头来 给他照顾孩子 给丈母娘,一个月给的钱也挺多的 一个月给四千人民币 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他管吃,管住嘛 如果拿四千人民币在 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它是一个小镇上,不是在大城市里头 随便就能找一个非常愿意干活的 这样一个保姆 因为他想着肥水不溜,外人田嘛 自己的两个舅子生活也过得不太好 再说,老丈母娘好像也是 特别想把这活儿给揽下来 最后老婆啊,或者舅子们都劝着 他就把自己家保姆的这个活儿呢,给了自己的丈母娘 这样呢,大家就皆大欢喜嘛 他也是来来往往的好业务做生意 是个小生意人,跟我一样的 不是个大生意人,在小镇上生活的人 哪有什么大生意人啊 这一天呢,他跟他老婆稍微 这段时间,也有点不对付 有点。。。两个人 因为两口子总是一起吃饭,一起生活 还有。。。 丈母娘也在家里头,总有一些磕磕磕磕磕嘛 她要。。。两个人都是说,要不咱们离婚吧 其实,两个人都是在那儿 闹脾气了,并没有真到离婚的那一步 嗯。。。 但是,家里头矛盾归矛盾 难受归难受,但是,钱还要挣,日子还要过 正好,他要去山东办一件事情 那边呢,说让他拿上二十万人民币现金来 虽然现在微信支付啊,支付宝支付啊,都是很方便 但是,现金也并没有完全退出 这个市场,有的地方还是比较喜欢用现金 尤其是办一些特殊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啥事情,我就不用特别的去发挥了 大家自己去想就行了 他就给他老婆说,你给我准备上二十万块现金 他们家里头就放了很多现金嘛 他老婆呢,就 准备了二十万现金,放在他的旅行箱里头 他自己也看了一下,他老婆说,我现在交接给你啦 丢了就你的事儿了 这时候,他又有一个朋友打电话 说是让他往山东给他那边的亲戚烧点东西 他就出去跟朋友见了个面 回来呢,他说不行,我临走,我再查一下 他呢,又打开箱子 因为小生意人,他比较小心嘛 又一看,怎么,前面我明明数着是二十万块钱,一分不少 怎么现在突然少了一半,只有十万块钱呢 他就问他老婆说,你是不是又拿走了十万块钱 他老婆说,不可能啊,我都给你十万块钱 钱我自己管,我自己拿走 这算什么呀 嗯,他呢,就,因为这个小伙儿啊 他当过好几年武警,武警完了之后 他又干过几年辅警 他专门是等于反扒呀,他都非常有经验 他就说,那我就准备报警了,你要不问问家里人 问问那个咱妈呀,或者是 咱们几个哥呀,弟弟呀,他们是不是动过 因为这不可能是小偷拿的,小偷要拿 可能会全部给拿走,不可能只拿一半,留一半 他老婆就去问他妈,就这小伙儿的丈母娘 他妈说,我没见过,我没动过你们钱,我也不知道里面有钱 嗯,那个,他那媳妇又去问他两个弟弟 他两个弟弟说,你们家有钱,我怎么会知道啊 我怎么会知道钱在哪啊,不可能是我们拿的 尤其他大哥,就是他那大舅子哥说,赶紧报警 这事儿呢,你得闹个闹清楚 给所有人清白,要不然我们所有人都是嫌疑人 这小伙儿跟他老婆就商量 那咱们报警还是在家里自己解决 如果报警的话,这事情就是刑事案件 至少要判三年 他心里很清楚 他老婆说,是报警 我也不想让你怀疑我啊 这两天,我们俩不是在嘴皮上还说闹离婚吗 好像是我拿走了十万块钱 怎么怎么拿着 小伙儿说,咱们这钱 咱们一分一分攒下来,你也知道咱们挣钱多么辛苦 嗯,再说呢,那边人家就要二十万块钱 没有二十万块钱,少一分,事儿都办不成 办不成,咱们这生意没法继续往下做 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要不你再去问一问 这家里人,这肯定是,我猜想,很可能是家里人给拿走了 但是又不能说,有一些苦衷吧 他媳妇又去问他妈,问他弟弟,问他哥 到底你谁拿了,你就把他拿出来 现在这个钱是非常重要 不然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但是家里人还是说,我们没拿,你要报警就报警吧 他媳妇就给他老公说是,要不你别报警,我来报警吧 嗯,这个事情一切都由我来处理 这事儿就,什么后果都我来承担 这样呢,他们就报了警,警察来 警察呢,就是把挨个人都问了一遍 然后就给他两口子说,这肯定是你们家里人拿的这个钱 现在呢,趁我们还没有进入正式的侦查阶段 只是问讯了一下 谁承认了,承认个错误,我把钱给你们,啥事没有了 就不会公事公办了 如果公事公办,一旦我们开始一些行政啊等等的技术措施上来 你们想撤就晚了 嗯,这样呢,他们又问家里人,家里人还是死不松口,说我们都没拿 你呢,你就让他配案吧 警察说,那好,警察呢,就开始 提取脚印,提取手的指纹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行政 就告诉他们 结果也出来了 说是,那个箱子上除了他两口子两个人的指纹之外,还有第三个人的指纹 说,现在还可以 停下来 家里头解决 然后,这两个人呢,这两口子又跟自己家里人又说是 到底是谁偷的,快说 说了之后,就免得去坐牢了 但家里人还是咬住,说是没有,这不是内鬼 可能是你们两口子给弄错了 明明是十万,你说是二十万 这老公呢,说是这样吧,我先拿上这十万,我先走 那边呢,让警察继续破诊案 老婆你在家里头,你就是 把所有的事情都你来处理 你怎么处理都行,你哪怕撤了案子也行是 继续侦查也行 另外的十万,我自己在想办法找哥们再去借 这小伙儿呢,就去找他的哥们 又找着凑了十万块钱 凑够了二十万块钱,就拿上去到山东去办事去了 这时候,警察,人家就把他家里人家所有的指纹都提取了 然后一比对,马上就比对出来了 这小伙儿呢,还在外面,还在办事情呢 他老婆就打了电话了,说是 警察破案,破了案子了 是他母亲给拿的这钱 拿了之后呢,给他二舅子了,就是给他弟弟了 说他弟弟日子过得不太好 姊妹三个人,就他过得不好 母亲想找平衡,怎么怎么啦 接着他二舅子 就是,他二舅子又把电话打回来,又骂他 说是,你至于吗,家里少,不就少了十万块钱嘛 你怎么把警察找到家里头 现在你看,我很快就要被那个 被那个带走了,一判就是三年 我现在正在谈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一弄,你就耽误了一辈子 这时候,这个 小伙子,山东正在出差做生意 小伙子就拿不定主意了 就说是让咱们大家给他拿个主意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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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